今天在我家的社區 在地下停車場 為什麼在這裡呢? 今天為什麼在這裡呢? 因為Bruce終於換車了 今天他來我家喝咖啡 然後就看到他的車換了 他那一台車終於換了 開這麼久 是該換了 我們今天他換哪一台車呢? 就是這台 B&W的2AT 新車耶 這個等於是 還雙B的耶 等於是這種 精英分子啊 哇 這社會精英的人在開的車 你看 B&W的車頭 來看一下 這2系列 就是 雖然他 不是那種B&W的跑車 或是房車 但是他的車頭 還是一樣有雙剩型的 你看這兩個 雙剩 然後 車頭燈呢 也是LED的喔 LED的車頭燈 整個一樣是有他的那個圓環 有沒有 然後這邊呢 前方 這麼小的車 居然配了6顆雷達啦 可見開車技術有多不好 哈哈哈 反正這個 這個車子呢 配備非常好 前面就有6顆雷達 但是側邊呢 我們可以看到 他這輪框喔 比較 比較單薄一點 雖然也很好看 但是16吋的喔 B&W很少配16吋鋁框喔 不過因為這個車子 當年可能是比較入門的關係 還是怎麼樣 16吋的鋁框 那側邊呢 他這一台車子 有一條折線在手把上面 一直到延伸到後尾燈 然後下面也有一條折線 大概是這樣 那因為他是屬於這種 有點像旅行車款喔 他到這邊來 後面沒有縮下去 他有一點像那個 這個賓士的B-Class的那個車系 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壓尾 然後後方呢 看起來就像休旅車的那種樣式 式樣喔 下面有一個單邊 單出的排氣管 然後這個四顆雷達 買這個車子呢 有一個最大的一個優勢 就是他有如迷你車般的大小 但是他有SUV的空間 我非常喜歡這樣子的配置 就是 千萬也看你沒點 小台你就這樣倒不掉 唉唷 這個東西挺多的喔 我們這樣看喔 他的空間的表現 深度表現非常好 寬度表現也還可以 比較窄一點 但實際上這樣子的空間 我覺得跟SUV沒有差太多 好像也挺好用 而且他支援六四二六 四二四分離傾倒 就是你可以做一個 這個空間上面的一個利用 然後後座 他這邊還有這種迎賓燈喔 你看 迎賓燈 超好看喔 全部是軟質 這邊有那種類似鋁質的 就是飾板 想要把它塑造成鋁質的 但是他是塑膠的 皮革啦 軟質啦 他的這個椅墊大概是這樣 我們來坐進來看一下 空間非常好 兩個多拳頭啊 超過兩個拳頭 頭部空間也是喔 超過一個拳頭 不錯 但是他座椅呢 不會不舒服 但是比較挺一點點 比較挺一點點 寬度表現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喔 大概屬於中型房車的寬度 寬度 跟SUV比起來還是有一點點落差 但是 坐三個人可能會稍微肩並肩 但是中央有這個 不錯喔 飲料 蓋子 收起來喔 後方冷氣出風口 前座的配置 其實 還不錯做呢 他這個頭部空間 視野非常好 所以你這樣上下車 你不會怕說去撞到頭 他這個高度飛子 進出的這個門的一個高度 非常 非常高喔 欸很不錯 適合我 然後這有支援keyless 直接喔 摸一下他就開門了 有迎賓燈 感覺就是高級耶 福利 全部是軟質的 還有這個 塑膠的鋁質 剛剛就有講喔 可能是比較入門級的 所以他這個 按鍵全部都是空的 然後支援六項的 手動調整 手動的 好 一進來了以後呢 看到一個push store 看一下 喔 哇 B&W的 型就是 雙元式的 不管哪一台 都是長這樣 哪一個 iDrive車機 MMI一模一樣喔 嗯 然後這個 欸 車機 雙驅橫溫空調 電子手煞車 沒有auto hold 喔 那他這個iDrive是這樣 那因為他這一台是屬於這種 不是現傳喔 這還是傳統的排檔喔 欸 有沒有 喔 這樣子 他不是那種小雞腿喔 現在新的BMW都改成小雞腿的 有一段時間是用這種方式 X1也是 這軟質的 這有 綠質的塑膠 哇 這有氣氛燈耶 不錯不錯 喔 那這一台 欸 M Package的 這個方向盤 哇 好看喔 定速 喔 那這邊是音響的 這個操縱 喔 欸 不錯 欸 不過大概BMW的車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實際上路去試開看看這一台 280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Let's go 去準備出發啦 Let's go 哇 現在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現在在我們這個中路企劃區的巷弄之間啦 欸 今天非常開心喔 我們 這個Bruce 來我們家做客 然後 順便要來秀一下他的新車啦 喔 不知道在幹什麼 嘿嘿 欸 欸 這個不要想就算了 不要想就不會發生 一想下去馬上就收到這一台 BMW 2AT 結果他老婆看了很喜歡 直接說 留下 這台就變他的車了 喔 他的那一台Tita就賣掉了 欸 欸 欸 在賣的時候還稍微掉了兩滴眼淚 以示這個可惜啊 這是好車 喔 不過他換這台更好 喔 這台車子呢 簡直跟Tita是異曲同工啊 怎麼說呢 這種車型呢 喔 我覺得他才是有一點像跨界喔 就是房車 Satan的車型再加上 嗯 這個休旅車的空間 我覺得這種這種跨界比較適合我們 開起來很像一般的房車嘛 然後在這個空間的機能上面 又有休旅車的機能 我覺得這種車子 車型就很適合像我們這種 呃 需要空間的家庭 但是又不想要當一個好爸爸 只開軟軟的車車喔 所以這車子不只適合Bruce 也蠻適合我的欸 所以我剛剛在開的時候我就說 能不能順便幫我找一下 哈哈哈哈 這個可遇不可求喔 然後我們這車子呢 剛剛開了一下 哇 真的是還不錯 雖然它是1.5三缸渦輪增壓 但是三缸 沒有讓你覺得力不從心喔 雖然三缸跟我的四缸少了一缸 但是它還是有缸還是有三缸 這是在說什麼 欸 在動力的表現上面 我覺得開起來不會力不從心 非常的有力 很順耶 然後在操控的部分呢 也是非常的好 跟我那一台X760 弓鋼 完全不一樣 哇 超俐落的 它這個車子 雖然車身的重心也是高 可是你就覺得它在過彎的時候 非常安心感非常十足 我喜歡這種開這種車子的這種感覺 再來就是欸 在這個後座空間呢 我也覺得表現非常好喔 就是在腿部空間 欸 將近三個拳頭 寬度大概是一台中型房車的大小啦 但是也挺夠用的 那行李箱空間更是不用說了喔 因為行李箱空間就是它的最大賣點 這是我覺得這種車型最大的一個優勢 1500cc渦輪增壓再配上680變速箱 但比較可惜的是它這一代呢 不是配小雞腿 欸 不過我吃真的雞腿就好 我為什麼一定要小雞腿呢 我覺得這樣子欸 如果不要給我粗包 不要給我毛 我覺得就夠了啊 為什麼一定要七速八速的呢 嘿 這六速的也挺夠用的 那因為它這個車子呢 訴求這種家庭 所以我覺得油耗應該也不會太差啦 欸 雖然說 這個上面顯示 啊 我不會按 算了 怎麼看 我不會看 反正看起來應該是一台非常稱職的家庭用車 欸 不過我們這樣試了這一小段路 無法凸顯這台車的特質 我們實際請這個新車主啊 欸 Bruce 來分享呗 哇賽 恭喜喔 穿新鞋欸 穿新 開心車踩三下 我給你踩一次 剛踩了三下了 不能夠太那個 我們這種車子太高大上了 我們不能亂來 太慢一點 是不是 等一下給你A到 我們來賣勝都還不了 差息比較貴 欸 我們今天很開心喔 這Bruce 來分享他的喜悅 新車 他來就是來看我的房子 來 我也分享我的喜悅 他也分享他的喜悅 欸 我換了新房子喔 剛剛有開箱 大家自己看一下 右上角這個影片喔 已經開箱過了 今天來開箱Bruce的新車 不過你的新房可能 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 再慢慢的 多拍幾集 再敷一下 再敷一下 這車子是什麼時候買進來的 就前幾天而已 前幾天啊 還沒整理 還沒整理 真的欸 前車主好像應該是男生 是嗎 不是 是 是女生 是你的老師啊 因為男生比較喜歡這種BMW的車 但是這台車的設定又比較特別喔 它是有一點像 有這種操控的家庭車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女生也會蠻喜歡的 空間又大 所以保姆車嘛 很多人把它當保姆車用了 那這車子就是你買來的時候 它里程數是多少 7萬9千多啦 現在是79949 將近8萬公里 我剛剛又開了幾公里了 給你開了不少 開的比太多 那你這個車子 在買之前 你說的那Tida 為什麼要換呢 真的是我講的老了 舊了嗎 還是賺太多最近 沒有 絕對不是最後一個 主要是因為 我很喜歡這個車型 你很喜歡這個車型 剛好有 終於遇到了 有人要試出 先說結論 只要有2系列或Bcar都可以賣我 這什麼 你買那麼多台幹嘛 因為我很喜歡這種車型 因為它 對我來講 就是它的空間很好用 不行啊 再怎麼樣 就一台車而已 你喜歡女生 難道你要娶很多老婆嗎 對不對 就夠一台就夠了 剩下的給我啦 我也在找這個車 對啊 因為我覺得 對我來講 它有幾個優點 就是它的空間 沒有壓迫感 空間夠用 行李箱大小 我覺得也差不多了 不會太小也不會太大 開起來 雖然它是前驅車 但是以我們一般 正常人在超駕 前驅和後驅 其實現在 你不要開得太誇張 其實 感覺不出來差異 不要開得太誇張 而且它少 因為它是前驅 所以它後面的空間 它少了一些 中間的一根傳動 傳動走 但是它還是有補起面積啊 對啊 只是沒那麼大 比較小一點 對 然後就覺得 你是說不要開得太誇張 對 因為其實 正常來講 前驅後驅 一般人 不會有太大的感覺 我是說不會 你就是講的那麼 講的這麼 這麼保守幹嘛 就是不會有感覺 我們就是一般人 誰會去胚山路 然後每天在那邊甩啊 我說真的 我到現在 我還看不出怎麼前驅或後驅的感覺 那些車評 講得好像頭頭是道 我說真的 我們是賽車手的嗎 因為你正常使用 不會這麼激烈的操解 好 跟大家講一個結論 50%的時間是在市區開 49%的時間在高速公路開 所以你說操控是什麼 那0.1%的時候 在山路 有可能會開到 那就這樣子 沒有那麼的苛求啦 說真的 只要選擇了B&W 大概它可以滿足99%的操控 那剩下的 你說前驅後驅市區 那0.1% 對 因為它底盤調校還是不錯 所以其實開起來 就還是一樣蠻俐落的 俐落感非常好 除了這個操控不錯以外 還有什麼優點啊 你自己覺得 相較於其他車系 它的那個啊 價格也比較平易近人 所以這台2AT 對啊 就是你看 2016的 它現在70多萬 我覺得很合理 70多萬 這台才70多萬 假如說算五年好了 它原價 假當時又特價 我們抓 我看車主的 發票是140多 抓140 5年坎半 這個價格已經很甜蜜了 很甜蜜 對啊 5年就折半 不要這樣 你有賺錢 我沒有賺錢啊 可不可以算便宜一點啊 幫我找一台便宜一點 一定幫你找柴油的 柴油不錯 然後 柴油的是四缸 柴油四缸喔 幫我找一下 那除了這個 你覺得空間呢 應該最大的賣點是空間吧 對 空間真的很靈活 對 可能也之前有開一陣子替打 所以對於這種 五門 然後空間可以一直 就是後座又可以傾倒 我是真的蠻喜悚 哪一台後座不能傾倒啊 每一台都可以 那是傾倒之後的那個空間 喔 是啦 像我另一台車 那個impressa 它傾倒之後 但是它頂多就是在 因為我買四門的 所以它只能在 長的東西是可以 但是有時候你要堆疊 就是 對對對 好吧 然後還有一個最大的優點 你知道什麼嗎 因為它是B&W 微冷的啦 該怎麼樣 它的鑰匙上面都有B&W 出去吃飯的時候 鑰匙放在桌上 喔 你換B&W 沒有啦 最近生意比較好一點 你是想這樣 這是最大的優點 這個 剛聽的Bruce講的這個優點 這傢伙好東西都自己留下來 是不是 我們一直跟他講說 有沒有這種好車啊 可以分享 到時候可以 可以推薦一下 我們也可以 換一下口味 對不對 結果他自己自己 可以去 但是 可不可以交交我們的熱情 有沒有什麼缺點 可以分享 這台車 我覺得 大家會比較 介意的 有可能是它的那個 三缸引擎 三缸引擎 引擎腳會 應該照理說 會老化的比較快 老化比較快 比四缸的快一點 但對我來講 我覺得這個是 可以 因為我引擎腳壞了 我就換掉引擎腳就好 但是相對的 就它老的比較快 所以你比較快 感覺到震動 但其實你現在它八萬了 你也沒有覺得很震 欸 是有點震 真的啦 可能 是 你看像我那個XC60了嘛 我那個是幾乎完全是沒有震動 那之前開過一些其他的BMW的車系 它在室內的震動感其實也是非常細微 但是這一台就雖然不是說很大 但是 但是你還是可以感受到 就是跟同 對 我是不知道它新車怎麼樣 搞不好新車就這樣啊 所以不是引擎腳 你不要誤會引擎腳嘛 所以你覺得三缸有可能會引擎腳的老化 速度會變快 我覺得理論上是會 然後還有其他的缺點嗎 這個見仁見智 有些人 他就喜歡車震嘛 所以這種震動感到沒啥 剛剛好耶 對啊剛剛好啊 你其他缺點 還有 想不出來喔 那種缺點耶 真假的 這麼好 好啦我來講一下我們什麼缺點 就是 我覺得啦 因為它這個當年是屬於這種比較入門的車 對不對 所以它的內裝的一個用料 感覺是比較膠感 膠感 你看這個 這個你要用鋁質 你也用一台比較厚的 速膠的 一摸就知道很像速膠 你知道嗎 然後整個配置跟它的那些老大哥 比如說3系列啊 4系列 5系列 6系列 7系列 那個感覺 怎麼這裡有一個洞啊 奇怪 一般BMW它是整體的 很非常的 就整個這個馬鞍的這個地方 鞍座的地方 它是比較屬於這個整體性的 它這個不知道為什麼這裡開了一個洞 我不知道這個是要幹嘛放東西的 因為這一台車主要針對的是這個媽媽買菜 所以這邊要放一些口紅啊 什麼的意思 總之呢 它就是在用料上面 沒有像它的那些大哥們 哥哥或姊姊們 好這樣 你看它的也沒有電動椅啊 B&W沒有電動椅耶 以前3系列有出一個316 那一台也沒電動椅 316很入門 最入門 這台也是啊 你看連電動椅都沒有 B&W雙B耶 我出去把妹的時候 你這台怎麼沒有按鈕 用拉的 有一點掉漆是不是 但是除此之外 每個人他對於這種東西 他不見得這麼在意 不然 Volkswagen 怎麼可以賣這麼好 對不對 有些人喜歡這種樸實跟務實的導向 這樣子也比較不會有什麼 環保材質啊 什麼的問題 也是有耶 環保材質也是有耶 有有有有 不過那都好處理 對於你們來講都好處理 那除了這個還想到什麼缺點 油耗咧 油耗還不錯 油耗不錯 因為我從南部開上來 油耗還不錯 真的喔 對那 大概多少啊 一直講不錯不錯 它的噪音啊 目前不知道是不是它輪胎 對輪胎的聲音比較大 對對對輪噪聲 輪噪聲比較大 輪噪聲可能比之前開過的3系什麼 大一些 但是很奇怪 我在高速公路上就沒覺得那麼大 但是頻路 頻路比較大 高速公路 風切是更大聲 可能風切把它蓋掉 真的還蠻大聲的喔 哈哈哈 跟那個 那個 我之前那個車子 輪胎變形的時候 也是這樣 這應該是輪胎變形的 固定的頻率 對對對 好 那還有什麼 特殊的缺點呢 好像 保養特別貴 剛剛講到那個油耗怎麼樣 油耗到底一公升才能跑幾公里 十多公里沒問題 11跟19也都是10多 取決於每一個人的腳 正常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那保養咧 保養的話 其實正常小保養 我覺得就是油品而已 油品我覺得跟日系車 保養我覺得OC日系 差沒那多少錢 只要外場保養 真的差沒多少錢 也是一罐多少錢 乘以4或乘以5 三缸可能再用少一點 你覺得這保養不算什麼 保養真的沒有什麼差 缺點差不多就這些 因為今天這個不是他要賣的車 不過你應該也是 最後也是會賣吧 你可以啊 邊開邊賣 好啦 那這問你真心話不冒險 好像有點脫褲子放屁 但是我們還是要問一下 因為這是你的愛車了 對不對 車主的車 我們最後還是來個真心話不冒險 什麼是真心話不冒險呢 就是Bruce你講真心話 讓對這個車子有興趣的人 不會冒險買錯車 所以你一定要講真心話 假設再回到上個禮拜 一樣的預算一樣的考量 一樣的使用情境 一樣是老婆很喜歡的 你就會選擇這台2AT 當成你現在的作家嗎 會喔 會喔 是怎樣 這麼喜歡這麼滿意 我真的很喜歡這台 好沒關係 那寄來一隻責安之後 我們再問另外一個問題 假設有朋友想要買車 你會推薦他買這個2AT嗎 會啊 假如說因為有5加2的需求 你就買2GT 2GT 對 你就要賣這個車 你當然都講好的啊 說真的 真的 如果不真 他怎麼會自己留下來開 真的 就代表他也覺得真的還不錯 對 OK 那我們今天非常開心 這個Bruce來跟我們分享 他這台車的一個買車過程 他又有一個有趣的分享 最有真心話不冒險 他真心的推薦大家 這台車 我們期待下次 Bruce 這個有要賣的車 這台其實也要賣啦 只是說他會開 有要賣的車 來跟我們分享你的這個車子 收進來的車子 然後要賣的車子的一個優缺點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那旁邊這個呢 這個也是嗎 旁邊這個的話 它就是強調它的Q彈感 這個真的很Q耶 你坐下去它會回彈 至少三下 它就是比較Q彈一點 對 那相對的 你應該買這個 你女朋友會很開心 對 沒錯 怎麼講 它就是男人神力床 男人神力床 男人神力床 這男人神力床 我覺得 我應該 年紀越來越大 應該要換這種床 是 這張床就強調它的Q彈感 晒起來有沒有Q彈感 好啦 不哈拉 來